一个女人的走路姿势,看其性格命运,非常准。 奥黛丽·赫本说,若要优雅的姿势, 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,人与人交往, 总是下意识去观察别人的表情, 还会注意到别人走路的姿势。 很多人,走路的动作神态是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演变而成, 是相对固定的,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和当时的心情有关, 只是一段时间出现,比方说一蹦一跳,代表很高兴, 走路有期无力,是心情悲伤或者生病了。 一个女人,日子过得好不好,看她走路的姿势就知道了。 生活的细节放大了就是人生状态的缩影, 女人的心情、爱情的状况、生活的情况, 都会从走路的姿势中体现出来。 走路自信的人,胜利在望, 胡岳,吻穿大地震中的一个幸村女孩, 用一句时髦的话,就是说, 为了这次活着,花光了所有的好运。 人是活下来了,但是左脚腿没有了, 截肢的时候,父母哭得稀里哗啦, 但是胡岳却笑着,还说安慰的话, 后来,她笑着读书,笑着长大, 其实是为了掩饰内心的难言的失落。 从小,胡岳就有一个舞蹈的梦想, 但是少了一条小腿,舞蹈就不美了, 自己也觉得尴尬,真的很害怕。 别人露出异样的眼神, 有一次,一个小孩看了看她, 转身对爷爷说, 那个人好奇怪,她没有腿。 自尊心受伤了,碎了一地。 2022年餐奥会开始之前, 她尝试应聘引导员, 一举成功了, 并且导演鼓励她, 可以露出自己的假知, 卸掉所有的伪装, 在千万人面前露出假知, 其实是揭开了内心的封印, 从此人生阳光灿烂, 现在的胡岳不仅跳舞, 还在假知上装了彩灯, 滑板也玩得很牛。 大家给胡岳点赞, 这是闪光少女, 马太笑颖告诉我们, 若是一个人开始昂首挺胸走路, 成为了强者, 那么她将会越来越强。 据李夫人说过, 我们必须有恒心, 尤其要有自信力, 我们必须相信, 我们的天赋, 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, 无论代价多么大, 这种事情必须做到。 废墟只能埋藏一个人几天时间, 而自卑却能埋藏一个人, 一辈子, 缺胳膊烧腿的人, 一旦自信起来, 就特别坚强, 健全, 而我们呢, 什么都不缺, 为什么不能自信起来? 当你自信满满的时候, 好运就开始来到你的身边, 一个人昂首挺胸的背后, 是反复地磨砺自己, 是读书, 跳舞, 实践, 追梦, 宁静之远, 低头攻腰走路的女人, 活得很累, 人生状态很累的女人, 就像身上有千万斤的担子压着, 喘不过气来, 也许是他们家里的男人没用, 把生活的压力都给了他, 也许是家里遭遇了变故, 一事半会, 无法重新崛起, 也许是他一直在自爱自怨, 忽视了人生的幸福, 活得很累的女人, 走路总是低头攻腰, 走得很不自信, 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他, 都是看不起他, 都要欺负他, 都说人穷了, 要有骨气, 但是真的穷到了极点, 人生都没有希望了, 骨气也消失了, 正所谓人穷之短, 前几天遇到一个低头走路的女人, 差点就撞上了, 她忽然抬头, 我看到她脸上有泪痕, 原来她和丈夫吵架了, 都闹离婚了, 这样的人生状态, 让她不得不低头走路, 无风不起浪, 低头攻腰的女人, 多半是有原因的, 家庭幸福, 丈夫疼爱的女人, 一般不会低头走路, 走路总是低头的女人, 人生状态不会很好, 即便她不缺钱, 但是总是朝着悲观的方向看, 依旧是过着苦日子, 其实, 当一个女人学会了抬头走路, 和别人平时的时候, 即便是穷一点, 也会迎来好运, 活得累不累, 是一份心情, 扭转了心情, 也就不累了, 走得自信的女人, 才是活成了自己, 有的女人, 走路很自信, 也很有气质, 也许她生活很苦, 还负债累累, 但依旧没有哀声叹气, 而是坚定地改变自己, 这样的人生状态, 令人敬佩, 更多的可能是, 女人走路很自信, 生活也是很幸福, 起码是人生很有希望, 从来不会迷茫, 她有自己的主见, 也热爱生活, 热爱学习, 当然, 和她在一起的人, 也不会太差, 而是互相帮助的人, 女人最好的人生状态, 是月季, 不看别人的脸色, 不被别人控制心情, 对于婚姻, 她选择了随缘, 对于孩子, 她真诚教导, 但不奢望孩子成为大人物, 对于父母, 她坚持孝顺, 一切都做到问心无愧, 心中有阳光, 人生处处都是光芒万丈, 也许, 这样的女人, 一路走来都不如意, 但以后的路, 越走越顺, 走路轻手轻脚的女人, 懂得尊重别人, 有的女人, 走路很有礼貌, 轻手轻脚走, 就怕打扰别人, 这样发女人, 人生状态很轻松, 就像她的脚步一样, 轻轻地, 慢慢地, 轻手轻脚走路的女人, 姿势是很优雅的, 也很从容, 不会慌慌张张, 她知道, 人生一路走来, 大不了兵来降挡, 水来土岩, 何必起人忧天, 且是一个人生活的社会上, 你再看别人, 别人也看看你, 一个优雅的女人, 总是会给别人好感, 让人交往的时候, 感觉很舒心, 因此, 她的人缘会更好一些, 别人和她交往, 也会更加真诚一些, 女人走路的姿势, 暴露了她的人生状态, 并不是说, 女人走路, 要故意摆出什么姿势, 而是要遵从自己的想法走路, 尽量走得自信满满, 姿势优雅自然, 一个女人的人生状态, 看她走路的姿势就知道了, 一个有喜事的女人, 走得春风得意, 一个悲痛欲绝的女人, 边走边流泪, 一个心灵丑陋的女人, 走路也在想着算计别人, 一个生病的女人, 走路都没精打采, 一个家庭幸福的女人, 走路的姿态神采奕奕, 一个独立的女人, 脚下生风女人, 往后余生, 走好每一步, 走出惊, 气, 神, 路都走不好, 就别谈什么好运, 有一个少年, 想要登上对面的高山, 她走到半路, 感觉鞋子里有一粒沙子, 忍一忍吧, 很快就到顶峰了, 少年总是这样想, 倒了半山腰, 沙子磨破了脚, 她继续忍耐, 顽强地走下去, 快到顶峰时, 她的脚已经伤痕累累了, 不得不放弃, 原来, 打败我们的, 不是缺少一双登山鞋, 也不是少了勇气和目标, 而是不能及时停下来, 丢掉鞋子中的沙子, 走好每一步, 是需要智慧的, 没有智慧的行走, 果刚一舍, 有一条蜈蚣, 走得很快, 路人健壮, 问, 蜈蚣先生, 你那么多脚, 你第一步, 到底是抬左脚, 还是右脚呢? 蜈蚣抬起左脚, 觉得不对, 抬起右脚, 也好像不对, 他居然不会走路了, 本来, 每一步都是顺其自然的, 因为随意听了别人的建议, 反而乱套了, 困顿了, 原来, 让我们倒霉的, 是因为做事不过脑子, 走路没有规律, 总是盲从别人, 不管一个人独行, 还是一群人骑步走, 都要根据具体情况, 进行判断和选择, 好的走路姿势, 使锁定目标, 漫步, 笃定而行, 若是遇到了阻碍, 那就停一停, 找到最佳的方法, 千万别撞南墙, 其一, 混乱时, 时而低头看路, 时而左右观察, 排除险情, 安全前行, 其二, 独行时, 锁定目标, 借用车马轮船, 金钱等外物, 抵达梦想的彼岸, 其三, 任何时候, 不要做好色之徒, 不要畏畏缩缩, 只高气阳, 别像老鼠过大街一样, 注意自己的德性, 修正自己, 太只高气阳, 不一定幸福, 走路只高气阳的女人, 是不会把别人放在眼里, 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, 别人只能仰慕自己, 无法超越自己, 她总是用夸张的动作来吸引别人, 比方说, 扭来扭去, 还湿不湿甩头发, 甚至要叼一根烟, 这样的姿势, 真的不雅观, 但是她自己不会觉得难看, 如果有人提醒她, 她反而以为别人是嫉妒她, 是不安好心, 我们小区有一个女人, 今年三十多岁, 说话很大声, 喜欢浓妆艳抹, 每次出门, 都要发出很大的响声, 希望引起全小区的人都注意她, 走路, 就是一手拿着小包, 还把高跟鞋使劲踩, 发出有节奏的声音, 因此, 她真的成了小区津津乐道的话题, 但不是说她混得好, 而是嘲笑她媚素, 其实她是一个命苦的女人, 丈夫和她离婚了, 孩子也不认她了, 因为她总是自以为是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, 当然, 她也有很多追求者, 却没有一个正经的男人, 还有的女人, 走路的时候也体现出很嚣张, 但是她并不是很有钱, 而是太高看自己了, 再看看她的生活, 也许是一团糟, 那些很高调的女人, 也许是用高调的姿势来引起别人的注目, 以此来消除内心的寂寞和痛苦, 也许是家里惯坏了, 她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, 真的过得好的女人, 往往很低调, 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, 普普通通, 但幸福都藏着心中, 感谢大家陪伴我们, 走过了这一期的大道无形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不要忘记点赞, 分享,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, 以便不错过未来的精彩内容。 同时,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感悟, 让我们一起在交流中成长。 下期节目, 我们不见不散。 下期节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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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